上节课我们实现了一个 静态的编辑跟完成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标签我们删掉 也可以把下面的标签 添加到上面我的标签里面 这节课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数据 通过银行数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这一部分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首先我们肯定去创建一个云函数 我们在clode functions里面 我们右键 新建云函数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一个update label 我们通过这个云函数 去更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的字段 我们要更新哪个字段呢 我们可以看我们getlabel里面 我们标签是怎么获取的呢 我们是通过查找我们user表里 有没有labelids里面去包含某一个标签 我们只需要在user表里呢 把标签的id去保存到我们的labelids里面 这样就表示呢 我们拥有了这个标签 通过查找标签的id是否在用户表的labelids里面 去获取当前这个标签呢 是不是我选择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们来看去怎么实现呢 首先我们先在update的label里面呢 去声明我们的数据库引用 db等于uni-cloud.database 引用拿到之后 我们先把这些没用的数据 我们先给它清理一下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更新数据呢 我们应该使用db.clogsionuser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user表 user表找到之后呢 我们更新数据 我们使用update 这里我们使用同步abot 去更新谁呢 我们是不是要更新一个叫labelids的字段 那么字段里面这个值 我们应该怎么去获取呢 这个值我们肯定是通过event event呢 我们首先要获取一个userid 是我们当前用户的一个id字段 然后是一个label label默认 我们给它去传一个空 我们去把labelids呢 去替换成我们传进来的label label呢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函数里面 去给它传进来 那么我们这个update 肯定不能直接去update我们整个表 我们应该是找到我们某一个用户 我们这个用户是谁呢 就是userid 当前的我们登录的用户 我们把userid给它传进来 然后我们去给它返回一个code code一个二版 然后message呢 叫数据更新成功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云函数 我们就已经写完了 然后我们去给它上传部署一下 这样部署成功之后呢 我们要去声明一个API 在common下面 API 然后list 我们在这下面去给它写一个export const叫什么呢 update label return一个$http 把相关的参数 我们给它传一下 url url就是我们刚才写好的云含数 叫update label 然后data给它传进来 这样我们的API就声明好了 最后在我们的home label里面 我们去实际调用一下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去给它声明一个方法 我们叫setupdate urlabel this.dollarapi.update label 然后呢 点证 接收一个res 然后我们log一下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传一个参数进来 参数应该是什么呢 参数就是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声明的一个label label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传进来 那么这里冒号我们就可以去掉 我们在什么地方去调用我们的setupdate label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控制谈 我们去调用的时候 肯定是在我们点击编辑 然后我们去操作完之后 我们去点击完成的时候 才会去实际去保存我们的云含数 去保存我们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判断 也就是在我们的edit label里面 我们应该这样去写 如果this.dollar 意思 edit 否则怎么样 那么上面这一行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它注视掉了 然后 this.dollar 意思 那它如果是true的情况下 我们就让它是false 反过来呢 那么就是一个true 当它是true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一个正在编辑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处理我们的一个保存 那就是this.setupdate label 然后给它传入一个 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一个label 传入label的话 是不是就是把我们下面添加的label list这个数据 去直接传给它呢 那肯定传进去之后 我们肯定还是要对它去进行一个处理的 比如说我们 在这里啊 我们去打印一下我们的label是个什么内容 我们这个云含数 IPI我们先给它住掉 我们回到croom里面 我们去刷新一面 然后我们点击编辑 我随便点几个 然后完成 可以看到我们传过来的确实是个数组 但是数组里面会有ID啊 create啊 name啊 跟user 像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用不到的 我们只需要给它传一个 每一项都是ID的那么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呢 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处理 进行一个筛选 那么接收到我们的label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做一个循环 label.forEach 我们使用forEach循环 然后返回一个item item表示的就是我们数组里的每一项 那么这里呢 我们再去声明一个new error ids 等于一个cone 然后我们给它push push谁呢 pushitem.id 这样我们再去拿到 这个新的ids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需要的内容呢 来我们去看一下 编辑 然后我们随便点几个 我们完成 这样的话 我们拿到了三个id 就在我们的数组里面 所以把它去丢给我们的云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函数这里 直接把我们旧的labelids 替换成我们传进来的一个新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它再给它放开 然后呢 把我们新的去给它负个值 保存一下 这样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去刷新 我们看这里可能看不大出来 我们去直接去控制台 我们去看我们的数据 在我们的clode functions里面 然后打开 unicloud控制台 然后我们点击详情 云数据库 然后找到我们的user表 我们操作的是不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abelids在哪里呢 在这里 当前只有一个id 这一个id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后端开发 可我们这里只好对应一个 我们点击编辑 然后我们随便给它去添加几项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 这里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哪里去写错了 然后是这里 可以看到呢 我们没有去声明 我们这里写错了 等于一个event 同学们在去写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疏忽 去导致的这些错误 当我们直接去看到报错的时候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 我们的代码是不是哪里写错了 然后我们检查一遍 没问题之后 我们再去上转部署 上转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croom里面 我们再去刷新 再试一次 来我们点击编辑 然后填几项 填两个吧 然后我们去点击完成 这样呢 我们的数据就已经更新成功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云数据库呢 在这里 我们去刷新一下 看我们的labelids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是不是这里就已经有三个id了 就是我们传进来的 然后回到标签这里 我们再去刷新页面 可以看到呢 我们请求的数据其实也是对的 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create 全是处 前三项应该都是处 不是前三项 是因为它这几个标签呢 它不一定是按顺序去给我们排列的 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三个处的 两个 然后三个 正好对应的就是我们上面这三个 这样我们的标签呢 就已经上传保存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处理一下我们的状态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到我们的home label里 然后我们在上传之前呢 我们应该要先去做一件事 我们应该使用uni.show loading 我们去给它加载一个 等待的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不需要里面传内容 那么请求成功之后呢 就是我们保存成功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loading给它干掉 我们叫headloading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编辑 然后我们去删除一个 我们点击完成 等待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loading也就取消了 它其实应该成功之后 是不是给我们应该 谈一个图丝提示 toast 所以这里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uni.show toast 给它一个title title叫更新成功 保存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点击编辑 添加一个完成 这样呢 更新成功就显示在这里了 我们把那个图标 我们给它去掉 不要图标 图标有点让他看 iPhone 然后给它一个no就可以 再试一下 那么点击编辑 然后去掉一个完成 然后更新成功 看一下我们这节课 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首先我们再去点击编辑完成的时候 我们分别去判断了一下 这里把它删掉 如果说我们的中间变量 isEdit 它是true的情况下 我们会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它做了个什么事情呢 这个方法会掉一个API updateLabel 然后我们是在commonAPI list.js里面 我们去声明的这个方法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去掉用了一个updateLabel的一个云含数 我们在上面找到updateLabel 一个云含数 云含数里面呢 我们去更新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LabelIDs的一个字段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标签 保存到云数据库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获取标签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通过LabelIDs 看这里 通过LabelIDs里面呢 都有哪些标签的ID 然后去给我们展示 哪些是我们的标签 哪些是推荐的标签 那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所有内容